我在講美國海豹部隊 是全世界最厲害的特種部隊 他們到中東 伊拉克 利比亞 去發動戰爭 美國海豹部隊最厲害的那個擊擊手 專門做那個暗殺任務的 他在中東 伊拉克 利比亞那個地方 執行戰爭任務 他曾經去殺兩百多個人 就把兩百多人殺死 結果他退以後 回到他的美國家鄉 一樣從操就業 教人家射擊 結果有一天 他在教人家射擊 因為美國槍支是活法的 他就教這個射擊技術說 就來了一個有憂鬱症的年輕人 精神有點異常的 就拿起現場那個練習用的 射擊的這個槍 槍支 朝了這個美國 海豹部隊這個擊擊手 身上射殺 當場射殺 非常多顆的子彈 把這個人當場殺死 可是 被教訓練射擊那個人 在旁邊沒有事 就這裡講的 這因果沒有人在策劃 沒有人在設計 沒有人在製造 所以你在製造 你自己設計 你自己策劃的 這火生生一個案子 這樣的公安故事 應征老婆上講這個 這樣的開始是 非常吻合的